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高宗强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腰间盘突出如果压迫了神经的话 那它典型的表现的话 就是说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腰痛 另外伴有一侧或者两侧的腿的这个方舍痛 疼痛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然后呢有的人的话还会同时伴有麻木 还有的人会伴有一些腿上的感觉没劲无力 疼痛的话主要的部位就是一个是腰痛 一个是小腿疼痛 有时候还有疼痛在脚上 最典型的病人的话 他就感觉到有一条线 就是我们说的做过神经痛 他就有一条线就一直从腰一直能够抽到脚上 这是腰间盘突出一些非常典型的症状 就是疼痛肢体的麻木 还有一些无力 像这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那这个我们肯定要经过 就是说是首先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 建议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 找这个专科的大夫 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要拍X线片 因为你现在表现出了腰痛 包括下肢的这个抽痛 有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导致 那假如说是腰椎上有一些气质性的病变 腰椎有一些结核了 或者有一些肿瘤了 它压迫到神经的时候 它也会出现这种表现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的话 我们要进行拍摄一些X线片 CT或者磁共振 要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些鉴别 所以呢我们当患者出现了腰痛 下肢的抽痛的时候 我们不要理所当然的 首先就考虑的是椎间盘突出 尽管说椎间盘突出占绝大部分 但是我们一定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 我们要拍这个X线CT 或者磁共振 进一步的明确一下原因 不要耽误了我们其他病的一些治疗